中国政府放宽长达三年多的严格防疫限制 民众反应两极 许多人迫不及待恢复自由身 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也有人难以适应 只能自个儿做好防疫 自己保护自己 以武汉作为例子 当局放宽防疫措施之后 繁华大街的热闹盛况并没有在线 反而是医院外头排起了等待检测的人龙 中国当局星期三发布新十条防控优化措施后 意味着持续超过三年的清零防疫政策 开始松动退场 对于严苛防疫政策突然急转弯 还仓促生效 民间看法不一 年轻人普遍对政府的这个决定拍手较好 各个为重获自由而高兴 解放的那一刻就前往夜市和餐馆跑 生怕自己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 再被政府封锁在家 浪费大好青春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防疫新政策感到雀跃 有者对当局突然松绑的决定耿耿于怀 认为疫情才刚要开始 在武汉 原以为小解封后街上的行人会增多 但出乎意料 昔日繁华的大街热闹盛况不在 开门营业的店铺也屈指可数 倒是医院外头的人潮特别多 你封闭的话 先把那些无症状的都隔离在家里 或者在那个方舱里隔离起来了 但是现在开放了嘛 这些人就都出来了 所以说传染率就高了 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冒了 发烧的症状 出现的比较多了 我本人也是 白纸革命换了政府松手一搏 较部分民众意识之间难以适应 可唯有自己保重安全至上 再努力调整心态 学着如何与病毒共存 这个其实还是还是有些担心的 那包括我以前的工作的方式 是出差是常态化 那目前就是在放开的这个档口的这个过程中 我是没有准备要出差的 可能就是做好自己 然后后面根据疫情的一个变动再来决定 您看现在也没什么人出来 基本上看的是 比如买的生活病情群 人们才出来 不然人们也不出来 就是说还是保护肌肝吧 过去三年的种种防疫经历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人类与病毒的这场拉锯战 究竟还要打多久 没人有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